有人在公园里捡到一只红色的鸟 捏起来软乎乎的 不小心把它打开 还在里面找到一个全身宝石的火烈鸟 据说带上它就有机会见到真的火烈鸟 真的太幸运了 妈呀 火烈鸟捏到里发现了一个全宝石的火烈鸟 只要运用它就有机会见到真的火烈鸟 屋长这么大 还没见到真的火烈鸟这儿怎么样呢 不行 我也要找到 这工程什么都没有啊 前面请我找东西看一下 哇 这里有耶 你还找到三只 还有没有啊 这里更多耶 陪你吞拿走 宝贝们 在外面公园里捕到了一只火烈鸟 屋里有红色的 还有粉色的和白色的 鸟鸟好软啊 别人知道里面有没有宝贝 我来看看它哪一只啊 嗯 感觉这个肚子大一些 不让你看它吧 这个头一直吹着 肚子里面鼓鼓的是什么呀 嗯 好像是珠子 滑溜溜的 嗯 头直起来了 脖子也变粗了 好有意思啊 来 我来看看 嗯 里面是通明的小球球 嗯 但是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呀 里面还有吗 还是一些小球球 一个空的 我已经习惯了 我让我再来看一个红色的看看 感觉这个红色的看起来更漂亮耶 希望你里面有东西哦 那这次我们从它尾巴来捡 喂 看它到底是什么啊 咦 有东西 这是什么呀 我们就破壳的鸟蛋 牛猫猫已经出来了呀 看着好可爱呀 看点干粉色的啦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哦 那这次我们从它脖子来捡 看看有没有啊 这好像又是个空的啊 这里面啥也没有 哇 还太白色了吧 还吧 嘿 目前还没看到东西 哦 就出来了 这个还是空的 这怎么这么多空的呀 这粉色和白色都没有开出那个东西呢 要做到粉色的 可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来吧 反正又没有看到东西 先都拿出来 嗯 咦 这里有东西啊 这藏在这里里面的 这什么呀 黄色的 黄色的 哦 是一条小黄鱼 看着你很像鸡米啊 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好运 来 再开个白色的 来吧 黑色的 这是变异的火烈鸟吗 不是 它是一只黑色的天鹅 我发现这回日记得点火烈 好了 接着看 这次从它背上捡 喂 回来了 哦 好像是水晶耶 现在倒出来 哦 里面还有 哇 好大一个 这次开出来的东西好多呀 不仅开出来了粉色的花彩宝石 还有紫色水晶 看来里找个宝石火烈鸟会进了 下一个 直接开 你看到东西 脖子里面有吗 啥也没有 这都快开完了 又来一个空的 最终你见了 千万别在这空的了 能不能找到宝石火烈鸟 还在看你呢 来吧 直接开 看看到底有没有啊 不是空的 有东西 哦 哇 真的找到火烈鸟了 不过不是宝石火烈鸟 就是一只普通的粉色火烈鸟 那这带上还有什么用啊 我吃一试试看啊